我们会做一个正式的解报 但是我们会用别人做的一个中文的投稿 好,那我们针对刚刚这一篇论文 快速点两下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大概去看它的一个结构 它的结构 我看它有没有标 它没有标它的结构 意思就是说 论文有它基本的结构 例如说一定会有标题 然后接下来它是什么 它是哪一所长庚科技大学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上网找长庚科技大学 通常我们左上角都会放那所大学的logo 首先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我们在刚刚这个地方 我已经开好了一个档案的大小 例如说我现在新增一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的大小设计里面 投影片大小 制定投影片大小 这边应该可以记得住 我们就是90乘115公分 所以这边大小我们不用设了 再来其实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通常我们会开了一个新的投影片之后 我们会把例如说标题定义好 例如说我们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放那个标题的区域 标题的区域 然后这边放什么 放学校的那个logo 那你们可能就要放台北市政府那个logo 这是一定要放 如果你们单位 单位别 例如说我们大家都台北市政府 如果单位别有一个单位的logo 也可以放 例如说卫生局卫生局logo 社会局社会局logo 你要放的是社会局那个logo 而不是那个台北市政府 当然可不可以放两个 可以我都看过 反正就是他去标注说 他是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所以他就放两个logo在这边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要放logo在这里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我应该是要把它变成 smart art的形式 我要变成什么 也有人做到这个地方 这下面放结论 然后这中间分成两栏 我比较喜欢是这样排 就是从这边开始 例如说一刚开始在这个下面 一刚开始是abstrate 然后接下来就是放什么introduction 先放什么摘要 然后接下来就是放介绍 然后方法再来介绍那个材质资料 然后放conclusion 或者放结论或者是讨论 然后最后这边 他可能会放一两个reference 大概就结束了 那问题是这边的形式是什么 首先这个我们先把长庚科技大学logo叫进来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长庚科技大学的图片 好所以要放这个logo 不用放这几个字 因为这几个字是中文 点它 去下载下来 例如说另存图片 然后把它存成png 例如说我就放在低磁碟机这里 存档 然后接下来回到我的powerpoint的这边 然后去插入图片 我刚放在我的低磁碟机底下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插入进来 然后接下来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 当然就要缩小了 缩小 好 这边是一个 什么叫大小 就是 现在这个图案这样 其实已经算非常非常大了 好 接下来这中间要放什么呢 这中间我们要放什么 就是那一篇论文的题目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贴上 贴上的方式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只保留文字 我们暂时可以先用只保留文字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我们可能有必要 去把这个文字缩小 例如说从这边开始 好 都有可能的 然后接下来这边可能多了一个段落标记 记得把这段落标记把它删掉 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整体的字 通常标题做到两列就已经很多了 所以建议把这个字缩小一点 那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今天这样子放我们的标题 这样子放我们的标题 其实应该还蛮OK的 好 看一下整体性 就是标题要集中在上面 那标题在这个地方 请注意一下 以我的习惯我不会设置中对齐 我会设为靠左对齐 然后接下来下面要放什么 下面就要放坐着 这边就可以拉高一点了 坐着一样回到这边 坐着 然后要包含这一个部分 贴上 那通常坐着跟 通常坐着啦 坐着这边 我们是放那个小一点的字 不是放这么大的字 标题很大 可是坐着不会那么大 好 所以假设这边大小是96 那坐着跟学校就会缩小 好 一样是靠左对齐 靠左对齐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请你们先把 这一个部分先完成 这是上面标题的部分 那是上面标题的部分哦 有感觉吗 真的 我们现在是在实作一个论文 学术论文 然后把它做成海报 那接下来哦 这个 这条线 这一条线 我个人会 如果说还是要 可以 所以怎么做呢 检视底下 投影片母片 我就会去 这个地方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条线 还有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条线 刚刚我用的版型就是它 所以我会把 这条线 不太好选 选举起来 然后把它剪下 这边剪下 是不是就没有了 然后关闭 然后直接在这一页里面 贴上 因为只有它用得到这条线 就是通常我们一个简报答案 是不是就只有 因为做海报 海报就只有一页 这点 这点可能要请各位知道的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拉长一点 Shift键按住哦 如果你按那个Ctrl Shift 如果是按那个 反正就是可以固定说它的一个水平 水平 好 就是往左右的延伸 OK 接下来呢 我这个地方 我要先插入一个Smart 所以插入 插入 对不起 这边插入的Smart 然后选清单 请注意选清单 清单里面的这一个垂直清单 然后确定 这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我可以去放 这里面我可以去放 那个标题 例如说摘要 然后这里面我就去放 摘要里面的 例如说我国老人什么 OK 好 先把它全部都放进来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贴上 这个地方直接贴上 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这个文字 第一个做完了 摘要 摘要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 第二个应该是简介 好 介绍 Introduction 简介 那简介你不可能从头到尾全部都贴 你不可能从头到尾都贴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去看这里面 Abstray完毕之后 这边它有什么 这边开始就全部都是简介了 例如说 通常在这个时候 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放的是图片 图片 例如说 或者是说他在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 他为什么要研究 为什么要研究 像例如说这个 关于独居老人的立免统计资料 因为当我们今天做海报给别人看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篇幅有限 你不可能放一大堆的字 我有看过很多人会放字 他就把那个字全部都塞进去 所以字都变得很小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还不如放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好 所以print screen 抓这个部分 抓这个部分 要到这个地方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字 内政部 2005年到2006 2010 2014 这四年 这四年的资料 好 所以把它贴到这里 贴上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我是不是应该是从这边来去编排 这个地方 然后我希望他只有排一半 就是整个版的一半 整个这个地方的一半 因为到时候 到时候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按Ctrl 我是不会希望说 这边也有一个 对不起 这边 这样够 我先复制 贴上 就是我希望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给各位观看一下 这张图我要裁切 我只要留下这个部分 为什么当我们今天做 海报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不要放文字 那是因为说 如果我们今天像这种表格类 它是整理过的资料 绝对会比 绝对会比这种文字来得更好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接下来的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有了摘要 好 这文字可以是空白 好 接下来Enter 我应该要多打很多Enter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要放的是 这边我先伸接 伸接 接下来 接下来它放的简介介绍完毕之后 可能应该就是 例如说材料跟方法 好 所以我就在这边写 材料与方法 然后Enter 这要讲解 这边最好是打解和空白了 好 您看一下 这样子要编排 简介还要再下来一点 加一下Enter 简介 简介 不对 简介 删掉 删掉 或者是我觉得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 这边有一个加文字 然后这边有一个加文字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排到这个地方 我就先暂时把这个部分 先全部都先删掉 简下 贴上 贴上 就是我这边 我是不是可以 又再插入 SmartArt 然后选这一个 清单里面这一种 确定 然后这边要显示的是 比如说材料 材料与方法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这一项目我们先删掉好了 然后把它缩小 然后下面这边是不是就要去放 这里面的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方法 可能在满下面的 可以吗 就麻烦请你们现在 这边研究方法与架构 我看它就要放这张图了 它的研究方法 所以Clean Screen 然后 直接在这边贴上 稍微放大一点 我只要留这个部分 所以才切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 准备放到这个地方 研究方法 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 因为我不希望说 只是很单纯告诉你 这边一大堆的A 一大堆的B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 来去做我们的一个海报 所以麻烦就请你们先动手 做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这样就可以做出两栏 在PowerPoint的这边 我想把它快速做完 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在 就是制作这样子一个海报 制作这样海报 一刚开始 是不是这边有栽药 栽药完毕之后 栽药里面都是字 我会把那个段落调整好 或者是我可能会筛减 删除 或者是调整一些文字的内容 举例来说 你看我国老年人口 比于民国 82年达到7.1% 正式迈入了高龄化社会 我可能 我习惯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是属于比较论文的一个表达方式 我可能就会用比较精简的方式 精简的方式 例如我可能就会讲说 我不跟民国82年来比 目前我国的老年人口已达 例如说7.1% 然后正式迈入高龄化社会 这样也是可以的 再来 再来 因为我都已经写中文了 我未必可以 我未必需要放这么多的 Agent Agent Society Agent Society 这两个算是不一样的词 一个是什么 VNG 一个是ED 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做这样子一个内容 我会在精简 因为我今天我是要去贴海报 我会原则上把这么多的字 精简到 例如说只剩100个字左右 200个字删掉一半 这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毕竟假设学位论文 我们写50页 100页 200页都可以 可是我们海报就只有一张 海报就只有这一大张 所以怎么样去把 例如说一页可能有四五百个字 怎么样把它浓缩缩减变成100个字 这是需要去思考的 然后接下来简介这边 因为AppStream没有表格 没有图片 所以只能放字 这没得选 可是字你要会去缩减 好 例如说 例如说像缩减什么 知参考 那你就方案参考 这也是一种缩减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简介下面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表格 然后材料与方法 好这边我就介绍一下自己的方法是什么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又要再去看我的一个内容 方法 方法完毕之后 方法完毕 应该是结论或者是结果 Result or Conclusion 没有结论应该也会有结果 直接到参考树目 中间一定有啦 中间一定有那个结论 只是我现在不是看到整个一整张纸 这个带结论 好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 我们讲说可能研究是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至少也可以提出一些 discussion 就是一些让各位启发一些思考 然后再来去想说我们该怎么样去做 也许可以做 因为做事是有实现的 也许说假设两年三年他做不完 教育部规定的实现就是 而且说不定这个题目是很大的题目 他做不完 做不完真的有可能就是说他会产生一个就是说只有初步的结果 这都可以哦 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有一个结论结论结论完毕之后 参考树目 所以在这个地方建议各位 因为只剩下两个了好 所以我就插入smartr然后选这一个 然后这边我们放的是结论 他算叫带结论好我就用他的名称好了带结论 然后接下来呢把这个内容稍微缩小一点 然后把它搬到适当的位置 好然后接下来他带结论是什么呢 去看一下 好 这一段字 因为通常写那个结论第一段 绝对是最重要的 把它直接贴上 那这两个就先删掉好了 好 所以这边有一个带结论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 这稍微是下面一点 因为我要这条线 我要这条线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以我的做法 因为带结论下面就是reference了 所以我可能会把简介 简介啊 下面再放一个 因为简介里面如果没有的话 材料方法多放两三张图 好 也就是说 把它搬下来 比如说搬到这边 结论完毕之后是什么 结论完毕之后 我会尽可能的 让这两边是切齐的 所以这要讲到说 那这里面它其实会有那个水平控制的一个辅助线 可是只有一条 只有一条 那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把齿规打开来 先把齿规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齿规 然后我了不起 我就是用辅助线 这个辅助线 比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放在这个地方 我把简介呢 是不是其实可以拖过去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可以对齐到这个 这一条虚线 所以再往上一点点 是不是就对齐到虚线了 我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左右两边都有 然后最后面这边相关的reference 我们相关的reference 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放 所以我们就只放两个 放哪两个呢 例如说第一个第二个 就是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跟这个 我们英文叫做reference 中文叫参考书目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要做 插入smartart 然后选它 确定 参考书目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下降一阶 然后把这个删掉 删掉 这个下降一阶 删掉 这边下面全部都删掉了 然后接下来呢 把它缩小 把这个物件呢 放在适当的位置 适当位置 不够宽 拉宽一点 你看像这条参考线 是不是要拉过来 让我们知道说 大概要对齐到多少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这个大小呢 要设成 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字的大小是65 所以这个参考书目 也要把它设为是65 那甚至有些人 他会在最下面最下面 放一个什么 QRcode 就方便别人去扫描 或者是 那个QRcode是要连接到 论文所在的 例如说学校 传放论文的图书馆 那个网址 这都是有的 OK 所以这边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这边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稍微往下拉到这个地方 让下面切齐 所以呢 把它 往下移动一点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 假设我现在缩小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会比较好看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这边我还要再去补两张图 或者是表 这边绝对有这样子一个空间 补进去之后一个 整个poster大概就算完成 所以我想一篇论文的一个形式 大致上就已经制作完了 来画面 再借我看一下 再借我使用一下 然后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ending 好 画面就用一下 您看一下 就是整篇论文这样子做完之后呢 当我们今天去做一个发表 我还是放到最大给各位观看一下 当我们今天去发表论文的时候呢 发表论文的时候 通常这边字很小嘛 我们会这样子放大一点给大家去看 但是通常我们去做这个论文的陈述 通常会把它印成很大的一张纸 然后贴在墙壁上 你就站在那个海报墙的前面 然后跟别人来去解释 假设我是 因为这边一定要是作者去讲 假设我是刘家勇先生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这样子一个论文的内容呢 就是大家看到 觉得说对于这个社区独居老人 社会照顾模式之研究 我觉得这个社区独居老人 这个议题我蛮有兴趣 看到他就会 就是别人就会来跟刘先生来去做一个讨论 讨论 然后也许会请他稍微简单陈述一下 介绍一下 他就会从摘要 摘要 然后到简介材料方法 他研究方法 然后接下来他这边会有一个结论 然后 让大家就是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 然后对方可能就会提问 提问一些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 例如说随便举例 为什么比台湾跟日本 对吧 因为日本比我们早 进入到高龄化的社会 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借鉴可以拿过来使用 好 其实台湾现在 现在那个高龄化 然后又独居的情形可能会越来越多 当然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一个议题 那我想简单的就是告诉大家一个简报 一个用PowerPoint来制作海报的方法 记得善用我们的SmartArt 然后绝对可以排出来你所想要的内容 那你这时候不禁想要问 请问一下哦 Publisher有没有类似SmartArt的功能 你看我介绍菜单 我用SmartArt 我介绍海报 海报制作 在简报里面我也是用SmartArt 那你应该会想说 那Publisher里面有没有类似海报 制作海报时 有没有类似使用SmartArt的功能呢 答案是有的 好 当然这个范例 我就先暂时介绍到这边咯 所以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的 我们的 PowerPoint它除了可以做简报 也可以做海报哦 那最后我要特别强调 输出 你做完海报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定要记得输出 输出之后选什么 档案底下的 另存新档 或者是汇出 汇出 请选择建立PDF 这种形式的档案 例如说 这边我就直接点台北市政府 公训处菜单 然后我还有做海报嘛 雨海报 然后点选 发布 好 那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特别特别强调讲 就是刚刚在 PowerPoint的里面你看到内容长什么样子 在什么位置 在这边就会看到一模一样 不会变了 不会变 因为它根本就是把它输出成图片的方式 图片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你是很难去做一些内容的修改 好 那这里面 这里面 这里面 一样放大一点来去观看 刚刚所选择的字型 现在这边全部都会完整的套用 好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当我们今天给别人 给别人的一个内容 尽可能的是以PDF 而不是例如说PPTX这种格式 好 这就是我最后要特别提醒你们的一件事 我们PowerPoint的做海报就结束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存档 而且是把它存成PPT也存 PDF也存